哈喽,大家好,那我现在要示范的是如何将iPad绘制的图档上传到Google云端硬碟 我们的小朋友在Midi Bank这地方呢,把作品存在哪里呢?已经存完档咯 我们设定它,请小朋友存在哪里呢?下载去,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好找 哦,名称叫50101,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要传到云端硬碟 老师为什么要传到云端硬碟呢?因为这个iPad是公用的 我们没有办法每个小朋友一台,所以它传上去的时候就不用担心 这个档案被小朋友改了,被删掉了,那传到云端硬碟 另外一个好处,小朋友回家也可以拿自己的iPad继续操作 那接下来呢,我们很贴心的帮小朋友在学校iPad把亲师生平台装起来 那也许你说,老师,那我家里没有这个呢?这只是一个网址的连结而已 你只要启动Safari浏览器,你都可以连结到这里来 来,我把它点选起来吧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网址就是这个 pts.ntpc.edu.tw 这就是我们新北市的亲师生平台 你启动Safari浏览器,点这个就可以到这里来 来,点登录 点登录的时候,当然这时候要输入你的账号密码 那这个账号密码忘记呢,可以请学校的资讯网帮小朋友还原 不过我们学校是把账号跟密码贴在小朋友书本上面 小朋友要寄需要一点时间 那到这里来,是我们教网所做的有很多很多种服务 那启动我的最爱是设定完才会在这里 像我们觉得这个,Google的服务常常在使用 对不对,我们就摆在这里 所以在上面是找不到,在哪里呢,请往上、往下 到这里,这个类别叫做云端资源专区 那Google的、微软的都在这里,点选一下吧 点选完只要点这个信号,它就会回到 就会设定到最上方 叫我的最爱,启动是点这个箭头 点这个箭头以后,我们就登录了Google的服务 进到Google服务室在Gmail,再点选右上角的九宫格 点选一下,当然这地方叫云端硬碟 我们小朋友对云端硬碟都很熟 因为五年级也用,六年级也用 我们在我们学校教了一年的Google,两个学期教 那怎么把档案传上去呢 点选左上角的新增 就是在点选档案上传 好,再来选取哪一个呢 这里 选择档案这个项目 会开始出来 那因为我们刚请小朋友 把档案存在哪里呢 下载区 所以点这里比较快 好,把50101点起来 它就在做上传了 那上传要等它绿色打勾才算数 要特别提起小朋友 这样表示你的档案已经完整了 已经传上去了 点这一颗重新整理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重新整理 通常上一次传的档案会在第一个 会在建议的浏览区这里 当然往下这边可以看得见 名称501很好找 50101点MDP 哦,这里按两下 哦,这个时候呢 如果下载的时候再点下载 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这个 哦,所以我们刚刚学会了 从 哦,真的要下载吗 那要下载 我们刚刚学会了 从我们iPad上传我们minibang 到我们云端硬碟 那又下载咯 所以下载完呢 也看一下吧 下次小朋友下载完 就会在什么地方 来,各位看一下 有看到一个吗 501点 这是小朋友原始上传的档案 这是后来我下载的档案 这边加个2 表示这个是从云端硬碟下来了 如果再下载这边就加3 所以这个原始档案被小朋友删掉 下载下来也没有关系 那直接打开来看看吧 按两下 就可以开启minibang 这是小朋友上次所画的一个图片 好,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吧